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阿方老师就要来分享 健康护肝好料理 我刚刚讲肝是人体重要的排毒跟代谢的器官 但天然蔬果里头有很多营养素 还有好的优质蛋白质 都是提供我们降低肝脏负担 而且帮助维持肝脏机能非常好的来源 对 像什么南瓜 金粿 地瓜这些 然后再来就是越深绿色的蔬菜 那我觉得到冬天很深绿色的蔬菜代表 三个青花椰菜 还有再来菠菜 还有再来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芥兰菜 芥兰菜在冬天就特别好吃 瘦的胖的都好吃 那我今天带来的是这个胖的有这个芥兰花的部分 我们可以镜头拍一下 你看这个小花也是能吃的 对 然后今天我比较特别的是做这道菜 我用的一个口味是扁鱼的口味 我们来看一下三个不同状况的扁鱼 到了冬天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 不管白萝卜 高丽菜 花椰菜这一类的 它其实就是鲜甜 口感好 但是相对的它需要有油润度或者香味去提点 但是我们现在都不是吃那么油 所以我就会在香味上面 那香味我在家里面这个季节我就会把这个扁鱼呢 稍微的洗干净用一点油 然后稍微去炸一下 炸好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的扁鱼干 而且就酥酥脆脆香香 然后你在砧板上不管你用刀切 或者是放在碗里面拿一个厨子 瓶子去装它 然后我就会把它装好 然后变成碎碎的 那随时不管你可能拌面 炒菜 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做馄饨什么的 我会放在里面 那我今天相对的就是还有瓶干 我还用了一个马蹄 所以我现在用马蹄水 等会儿要来汆烫那个菜 那烫菜的同时呢 就是我要先把油脂放一点下来 帮助干油脂 就是油脂来帮助吸收的这个菜色呢 就稍微的先炒一下油 我们的锅热油 现在爆的是蒜头跟葱段 对 因为呢 我等会儿要烫菜嘛 那那个菜啊 如果我就算水里面放了油去烫菜 那那个油也会被菜给先吸走 对 我的最需要的是像这一堆黄色蔬菜 它需要有油脂的带动 所以我在比谁都快的时候 先来炒一下油 然后我们再来放水 所以现在玉米筍入我们的铸铁锅 其实那个让它裹上一点点油 那一方面也是帮助加快烹调 另外也增加它营养素吸收 对 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个水呢 等会儿准备要烫熟我们菜的这个水 给放进来 好 是这样子才来烫这个菜哦 对 就等于我这个菜水我到时候来烫菜 对 然后呢 同时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 就是在天冷的季节我们还是都会吃的比较燥热 对对 所以我在我的菜里面也加了一些这个食物的平衡概念 我放了马蹄片 对 它有脆口的效果 那你连它的汤水下去 它的汤水有的时候是很甜的 对 就是它切完 我削皮我自己削好 切片 然后就直接 我马蹄我不太买那个削现成的 因为它其实还是会氧化 那你看菜市场一颗一颗又白又大 所以我基本上我会买带皮的 就自己削 然后我们来蹲它 然后蹲它这样子 然后另外的 就是我今天配上了虾球 那我认为虾子也是家里面 很容易取得的这个蛋白质来源 那我自己是把它已经整理好开背 就是你剥好把藏泥整理干净 然后开个背 那你们现在看到上面稠稠的稠浆是怎么来的 这是我先用盐抓过 然后呢用活水去冲它 那盐会让蛋白质 就是虾子它是蛋白质 它会变硬 会变结实 然后呢我再去冲水 它就会有大量的吸水的效果 就反而就膨胀它的组织 这个就是取代以前用 膨沙 对人家用膨沙去洗 就是用粽盐在活水去洗 然后擦干水分之后 用蛋白去打抛 就是抓一抓 然后放一点粉 就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可以做出好吃的虾球口感 那我们不用炸的 不用过油 我就直接会炒 好所以我们热锅热油待会要来炒它 对 然后因为它也熟得快 所以其实你另外一锅炖那个菜 然后这个时间点就可以搭配了 对就是如果在家以前妈妈可能你就是 一口锅然后慢慢的做慢慢的做 那但是我觉得在家里也可以运用两锅的手法 所以我们这锅做虾球 然后现在开始虾球 每一只它大概就遇到油脂 它就开始在散开 然后再变红 然后你还可以再借有一点点的空间 把葱跟姜 这里还可以煸葱姜 对 那最后我们这个菜都煮好了之后 我们的扁鱼酥才下去 那叫画龙扁鲸 那老师顺便问 像你刚刚讲这个扁鱼酥 平常时候如果做好你用罐子 那密封不这样保存 这个需要放冰箱吗 放冰箱 放冷藏 基本上两个礼拜大概是OK 但是放冷冻就可以放很长的时间 只不过你用它你就会喜欢上它 因为其实它很有钙质 然后那个香味也不用太多 就画龙点睛 就发现 因为做菜 炒青菜 起锅前 对 放一点这样子 好 就把它当天然的味精用 可是相对因为把它压碎了 所以如果老人跟小孩 牙齿没有那么好的 事实上它要咀嚼跟吃它也容易多了 对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妈妈不用一次 你就一次做好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的虾球是炒好之后 它是属于很弹的 然后我底下够熟了 妈妈你不要火一直等到 你都觉得熟了再来关 你可以利用余温 然后就让它这样煨着 然后现在接下来 我们的这个锅子马蹄水 好 这时候它这个汤啊 你喝起来它是甜的 对 然后我现在这里面 先做调味 一点点的鱼露 好 鱼露带来盐巴咸度 然后让它大滚 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部分 把菜下去 对 菜芥兰叶 这些也都要烫透 才好吃 所以刚刚我们炒的那个油脂 这时候就有很大的作用 其实这一类的菜 它没有一点点油的话 它会觉得很刮 很刮 对 我要让它盖锅 再煮一分钟 然后我刚好利用这个时间 我可以调一点点的太白粉水 等会来打这个芡水 同时我们老师 这个焖煮的菜 好漂亮 已经焖透了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 很薄薄的一层芡 让我们等会呢 那个鲜甜的滋味挂得上去 鲜鱼的那个香味 它会不会被水掉 对 好 我们先打的是薄薄的芡 对 然后我打完薄芡之后 等会上菜的时候 我这些羹水是不会捞上来的 就是那些水太水 对 对 对 它是不会捞上来 所以捞的时候捞菜再撒扁鱼吗 对 对 对 然后再放上我们的虾球 来 现在这样子已经好了 它已经嵌水 对 是沸腾度 然后不是太浓 只是它有一点厚度这样子 好 然后就把我们的葱油 虾球 虾球下来 就把它翻进来 然后捞上去再撒扁鱼 对 然后上来之后 最后再把这个扁鱼 就这样子 好 撒上来 它的香味就会很高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要把那个芥菜的 尤其那个菜心 煮得就很脆 小朋友最喜欢那个脆脆的 而且加上虾球 就是整个摇起来 是很有口感的 这样 而且我们终于说 其实这个绿色的蔬菜 像芥菜它其实也养肝喔 跟我们今天讲的那个主题 护肝其实是很有帮忙的 加上刚才那个阿芭老师 那个扁鱼的 真的是画龙点睛 真的完全都不苦 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料理 很赞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三位前辈们都提到 现在脂肪肝 其实事实上 三个成人就会有一个 那所以我们领床上 在我们诊里面 每天都会遇到脂肪肝的患者